一大清早绿岛港口闹哄哄 海军军舰靠港后 清楚看见竟然有飞弹 没看错军阵上准备卸载的 就是英式飞弹的三连装发射架 一旁两个大圆盘 就是MPQ-57 连续波照明雷达 侦套装备不仅进驻绿岛 蓝宇也是部署重点 评估完毕之后 我们想为了要排除这些威胁 跟这些局势的变化 都会有一些调整跟阴影的措施 这是必然的 这是一定要的 英式飞弹从1957年 服役超过一甲子 美军至今仍在使用的 近程防空武器 具备2.5马赫超音速 加上有效射程40公里 空军飞止步因应战场变化 英式飞弹单纲绿岛蓝宇空防第一线 就是因应中共解放军 海空远海航训 不时绕岛威胁 英式飞弹确定进驻 绿岛蓝宇等东部战区 再搭配东海岸 未来天工二型 三型飞弹交叉部署 延伸东部防空网 国军要在有效的装备下 发挥最大的嚇阻效能 3075黄金城陈彦豪台北 长毛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